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信号的强度也是混杂的一个信号强度 它里面可以有出血 也可以有炎症 净润跟肿块混在一起 所以它信号是非常不均匀的 它的形态跟屏片CT应该没那么清楚 但是大概形态也是看得到的 但一旦碰到这个胸膜或者是骨骼的话 它的分辨率就非常高了 因为它有胸膜侵犯的话 它看到胸膜的组织的信号就改变 或者形态改变非常明显 一旦侵犯到骨骼的话 它里面出现水分的改变 那也会出现里面的信号的改变 所以骨骼转移或者是直接侵犯的话 它的发现比CT更加敏感 这个是侵犯到侧胸臂的肿块 这是横断面上面 在这上面也可以看到肿块的分叶 切剂 这个是肚脐的奇针 也是深切剂了 分叶针 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意义 你看就这样 这是胸膜签拉 现在无论是PiCT也好 持共振意也好 都借助原来的普通的 X线片的描述跟真相 然后再发展下去的 这个直接侵犯到胸膜 出现了信号的异常 这个血管急速针 就是由于受到周围的血管 受到迁拉 形成聚集 还有一个处血管生成素 使周围的毛续血管扩张 这是一个良性的肿瘤 你们看良性肿瘤 它是从 这是肺窗 看到一个肿块 然后这种个窗 看到血管是在旁边经过的 它不是被拉到这里来 而是被推到外面去的 这是良性肿瘤 可以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二性肿瘤 是周围很多血管 是主动向它靠拢的 所以现在解释起来 这个主动靠拢就 比较好解释 就是它本身肿瘤 分泌 触血管生成素 造成这个情况 可以有发出新生的毛细血管 可以有发出新的血管 这本身 所以你看到这个不是集中 而是它比周围长了更多的血管 应该是就是在 这组织学的技术上就这样出现 它不是吸引过来的 因为你左右车一对照 同一部位 它是比其他血管更加多的 这是触血管生成素所造成的一个情况 你看局部的密度 血管既有牵拉 它又有比周围的密度更加高的 所以它就是这种情况了 这也是血管急速针 这是长矛刺针 所以这真相都是相互相成 每一个片子上我们都可以看到 同时出现了三个到四个真相 这个是总块直接侵犯到血管了 你看这个 侵犯到这个血管 那下一步就会想到 它可能血型转移了 直接侵犯到这个血管 这机管气象跟空包针就是 结界里面的小的透光区 它是一部分的 肢管小肢管扩张了 还有一部分是 没有完全充填的肿瘤细胞的肺泡 所以它不是 肺癌的一个特有真相 但是它 可以有这种真相出现 在原来没有CT出现以前 发现这个总块里面有 肢气管的话 那是作为良性肿瘤 或者是肺炎的一个真相来的 现在有CT 甚至保存CT以后 发现总块里面 也是可以有小肢气管 或者肺泡 没有完全实变的 所以这个真相 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辅助真相 就否定了原来平片上面 发现肢气管气象的 就不是肺癌 这个真相而已 这大家要知道 这个营象学的 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就是不断的 把原来真相 一个作为一个修正 你看这个空包针 就是里面没有完成 十遍的一个肺泡 这样的结构 还有可能是里面 没有破坏掉的 那个小肢气管在里面 这空包就是这种情况 你看结构里面 现在小的空包 可能是小的肢气管的一个截面 或者是没有完全实变的 这个肺泡组织 你看这个结构里面 还可以看到小的肢气管 进去了 它没有截断 按照我们以前的来说 就是肢气管截断 然后才出现了肺部张 你看 在这么外周的这种块 肢气管还可以 通行无阻的在里面进去 这是小的肢气管 进到里面去 你看这个肢气管里面 也是看到 所以这个也 不能因为看到肢气管气象 而否定这个是肺癌 这一片呢 你看肢气管气象 是肺炎里面的肢气管气象 这个是在肺癌里面出现的 空包针或者肢气管气象 这两个 只不过是 说明它还有肢气管 没有完全堵塞而已 并不能确定 它就是良性 或者恶性病变 钙化呢 是对一个 这节节的定性 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 要是出现了 稠密的 或者明显的钙化 那是良性病变 散在的 像云雾状的钙化 那可能是 肺癌都可以出现 这都是良性病变 而这个边缘部 中心点状的这个 这是八痕癌可以出现 对于做疫情肺癌呢 一般来说 CT应该说是 现在是不会漏了 因为做一个胸部CT 可能现在是 三秒钟以内都可以做完 以前来说 以前的CT是 一层是 15秒到20秒的 也是说 少10毫米的话 要十几20秒 然后一层一层的下来 少一个胸部 可能就几分钟了 那你一口气 不可能憋几分钟吧 特别是病人来说 但现在来说 你憋一口气 五六秒钟 那是完全可以的 病人也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来说 一般来说检查 都要病人稍微憋一下气 憋他几秒钟 那你的影像就不会出现模糊 这种情况了 有的情况是不能憋气 就像病人潮溯呼吸 就是急救那病人 抢救那病人 你去到床边坐的那些 那你确实那图像就出现模糊 那你有的小肿块 你也会漏掉 这种情况就能够叫病人憋气的 那我们肯定是建议病人憋住气 再来做这检查 避免了已经出现这个运动性的围影 此风症对于这个肺内的节节的细节的描述呢 是价值有限的 但是对于胸壁 纵盒的结构的影响 那是应该说是 比CT更加好一点 空洞是肿瘤的一个情况 后壁空洞往往是肺癌 中间坏死以后 坏死组织排空了 再形成一个后壁空洞 这个壁节节呢 也是肿瘤的一部分 也就是坏死组织排空以后 它不仅向外生长 也可以向里面生长 所以形成向里外都出现了 凸进去分叶状的结构 就是壁节节了 跟肺浓整来说 应该来说它是 一般来说 急性的肺浓整 内壁是比较光滑的 还可以看到液气平面 肺结核来说 内壁是可以不光滑或者光滑 偶然间可以有少量的基液 但是结合性的空洞呢 有一个真相比较特殊 就是周围的卫星病灶非常多 所谓卫星病灶 就是周围的纤维调索 跟小结节 你看这个是癌性的空洞 周围都应该说是没有出现转移 以前都是比较干净的 这个后壁空洞就发现 它壁毛毛罩罩的 而且里面出现壁节节 这是肿瘤的后壁空洞的情况 这个急性的肺浓肿呢 周围是有肾出的 边缘不太清楚的 模模糊糊的 中间出现比较光滑的影子 你看周围很多的肾出病灶 中间的筷石 这是急性的空洞 这是结合性空洞呢 周围非常多的卫星病灶 内壁是凹凸不平的 可以 顺带提一下结合流 结合流呢 应该说是应该结合里面的一个部分 它是由于外周包裹形成一个结节 耗发部位呢 应该是跟结合的部位都是一样的 一个是上飞的肩 跟下飞被断 都是耗发部位 形态呢 一般是类圆形 周边是可以光滑的 大量钙化 钙化是它的 可以是表现为同性圆 或者是结节的那种钙化 周围有比较多的斑点状 调锁状的卫星病灶 你看这个 周围很多调锁状的 这个调锁呢 跟长毛刺是有点差别 但有时候区分起来不太容易的话 你要看看内部的这个密度 你看它是 这两个层面是同一个层面 不同的窗位下观察 在肺窗我们看到 周围有 调锁状的纤维病灶 这个呢 在中个窗我们就看到 看不到周围的卫星病灶了 但是看到里面总块是 环状的 结节状的强化 这也是小的结核瘤 周围有毛刺 卫星病灶 而是中央是 结节状的强化 所以看 钙化有多少 这结节状的钙化 非常明显的话 那就是 一个结核瘤了 这是个良性肿瘤里面的 肿瘤样病变的 结核瘤 你看这个密度非常高 它的密度比这个肋骨还高 周围很多 小结核上的卫星病灶 这也是 你看这个上肺 它的密度 出现钙化以后 比肋骨的密度还高 在肺部里面 转移性的肿瘤 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 血型转移到肺里面 是中下肺也比较多 淋巴道转移是在 肺门淋巴结比较多 直接蔓延呢 是你看 是肺外病变 肺内病变 肺外病变直接蔓延 就是哪个部位 生长的肿瘤 就直接在那里 继续了 这个是 双肺的多发转移 你看这 左右对照着像 左也那么多 右也那么多 但是都不对称的 这结节 你看大小不一 有的时候 以前是把子宫来源的那种 描述上棉花团一样 类圆形的 现在看呢 你看很多是棉花球一样的 这是平面上 以前描述的 边缘清楚 密度均匀 这是奔门癌 你看这个 很多发的 结节 双肺 多发结节 内缘形 边缘清楚 这就是转移流的 一个情况 不仅出现了 肺内转移 而且你看 胸膜也出现了 有少量 出现肌液 这个呢 是 脚腰线的 癌种 引起的肺转移 您看这个 侧位的 颈部片 看到 这个是气管的上段 在气管前面呢 看到一个软椎总块 密度比较高 压迫到 这气管出现变形了 正常的话 这一段的气管 上下形态是一样的 但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局部出现 弧形的压移 这 这甲章线的总块 钻章线的总块呢 肺内就出现转移了 这是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右肺也可以看得到 你看 双肺多发转移 这个转移 就稍微难看一点了 你看跟肋骨 重叠在一起 这转移流 有的时候是 不好找的 你看这个 小节节 箭头尺的地方 所以找这个 转移流呢 你看特别在 箭头尺的地方 你们再找找 还有一个 正常是 又隔膨生 因为是 隔下病变 肝癌造成的一个 肺内转移 所以它既有 隔下的病变 引起隔膨生 又出现了 肺内的转移 这是乳腺癌 这是乳腺癌 引起的 你看这肺内 非常多的节节 看到这么多 都是平面上面 都是双肺 多发转移 这转移都是 球形的 或者是圆形的 下肺 中下肺也 比上肺 多一点点 在吸体上面 我们看这个 大小不一 节节状的 内圆形的 这一部分是 淋巴道转移 你看是 淋巴转移呢 看着像 一条条的 圆着淋巴管的 出现 像串珠一样的 小节节样的改变 肺炎里面 还有树立状的 这个转移 你看这个 跟树立性肺结合 有点类似 那大家 知道这个 树立性肺结合 也上节课 也看过了 它呢 就转移呢 这情况呢 是越到中央 越大 这个 因为它是 汇聚在 中央这里来了 良性肿瘤呢 没要求 给大家是 大概看一下 这个是 主要的情况 它是 生长比较缓慢 所以它 周围的 是比较光滑 因为它有包膜 大小不一的 位置不定的 它需要 鉴别是 单发的 转移瘤 一般来说 这个 良性肿瘤里面 是可以是 比较明显的 概化 你看这个 错过瘤里面的 概化 描述一下 爆米花一样的 概化 周围 比较光滑 生长缓慢 这是它的特点 你看这个是 错过瘤 你在这里检查的话 今年是这样 过了两年检查 还是这样 那就是一个 良性肿瘤 你看这个 错过瘤 可以有 很浅的分液 但是它不是 深分液的 深分液就不是 良性肿瘤 这乳头状 它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会出现分液 但是这个分液 它生长是非常慢的 你过了 两年三年 可能还是差不多 所以这个 良性肿瘤 就是一个生长缓慢 周围光滑 除了这个切剂以外 其他的部分 都是比较光滑的 还有没有血管急速症 它血功相对来说 是比较丰富的 比较丰富 它在里面的坏死 是比较少 所以良性肿瘤 会有这样的真相 有一部分的 良性肿瘤 它血功 应该说是 很丰富的 就是错过瘤 它有血管平滑肌瘤 这一类 可以在肺内生长 它的强化 甚至可以接近到 血管瘤 这样的情况 有一部分比较缺乏的 像线瘤 你看它的密度 稍微低一点 它的密度就没那么高了 有一部分就 而结合瘤 那一部分更加少了 那里面都是 一点血管没有的 所以你强化以后 结合瘤里面是 肯定不会有强化的 只是周边可以出现 环状的强化 外伤你们课本里面有 所以我给大家是 看看一眼 你看这个血肿 也是一个非常光滑的 外伤以后 形成一个血肿 还可以看到 骨头的断掉 这种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